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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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说真的是最后了 那么经文就是以佛说书第六章的十四节 所以要站稳的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十八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见 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孔才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境的本分放胆讲论 那经文以佛说书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看 因为我就是把经文讲到往前调了四节 其实上次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讲 那你就讲到很多征战的事情 我们所以上一次就完全讨论了征战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有看得见的征战 比如说现在有两场战争在进行 那么看不见的世界里面 这是更真实的 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 要把基督徒拉到一个属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不好的光景当中 那我们要征战 我们要抵挡 那十四节开始就讲了这些军备的武器 就像他们保罗当时呢 就主要是他们看了罗马军人的军用武器 所以他们就用这些东西来形容 因为你叫保罗再讲出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他也讲不出来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无人机啦 这种各种的通讯设备啦 那在保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虽然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在十八节他也讲到了 靠着圣灵都放在祷告祈求 其实那就是一件当时没有的一起 而现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信徒跟神 神跟信徒或信徒 信徒跟信徒之间 可能彼此就借着祷告联络在一起 这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先看 就是十四节 他说第一件事就是你要站稳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物性警车凶 这就是我上次所说的 你要把自己用公义的带子 带子围在腰上 就是把你自己给管束住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恩宁 但我跟医者就讲的 男人就是你要先管住一个男人 你要管住他的腰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不能管住他的腰的话 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先把这个带子束了 而且你带束上这个腰的这个人 你不能去胡思海喝 我相信如果说你今天去吃Buffet的时候 你看美国有很多Buffet 那物美价里你付小小的20块钱 在里面吃 你可以吃像一堆山一样东西 真的有的时候我去到那个Buffet里面 看到有些已经是很胖的 他们进去Buffet 然后就一个餐盘拿出来 然后堆着跟一个小山一样 真的 他们到底能不能吃完 有的时候就吃了麦里就观察 他们就真的把那一堆东西给吃完 但是你看他的体型 你就觉得说他甚至连这种军装带 他就不可能穿上去 毫无节制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束邀以后 就是对很多事情要截止 而且这个截止不是随便的截止 是用靠着真理的带子来束邀 所以我们依从真理来做截止 公义做护心境遮凶 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讲 那么 其实我想问大家问题 没有我想在开放之前我想问大家问题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这个经文里面是不是还包含了几件东西 一件事告诉你各种各样的明目 你要有真理有公义有福音有信德这些东西 另外是不是也看得出来 其实保卫也在告诉我们这些军装有一个穿戴的顺序 必须按照这个顺序来 所以我们想我就先讲那么多我想让恩明来再给我们聊聊你对这个经文 这边的看见 好不好 在这里的话 就是像刚才那个经文也有分享的 就是用带子当做塑料等等类似的 然后 就是保罗他用这样一种类比的方式 就是军队里面穿上这样军装的方式的话 就是说穿上这些东西 然后让我就是刚才就是想到说 他在这里是一个全人的就是一个装备 就是全人的装备 就比如说 就像蒂姆说是装备的这样一个先后顺序 然后我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全人的装备 他这个装备的话就是在整个人的身体当中 他是缺一不可的 或者是说缺了带子 或者是缺了头盔啊 或者是缺掉了那个福音的鞋啊 他是缺一不可的 就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真理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种公益 而不是说 就是说有上帝的这样的公益 按照我们人的标准 按照人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来说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完全的公益 或者是说公益的标准 就是说在基督的理念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真理 有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核心的时候呢 我看到说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他就是说 要在这样一个生命的 这样一个建造和塑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抵挡那恶者 对我们所带来的这样一种破坏和影响 因为会看到说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觉知信主 然后他们也很火热 他们也很爱主 但是呢 随着这样一个时间的关系 或者身边环境的关系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关系 他信了主之后呢 但是他后来就不信了 他也不来教会了 他也不愿意去 继续的去信基督教了 所以说呢 或许是他因为自己家庭的缘故 或者是因为这个世俗潮流的影响 那么包括当然就是很多 也有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也做起的 当时也很感动很火热 就是要信主 但是后来呢 他们就不怎么来教会 他们也不愿意去来教会 建立这样一个信仰的生活 就是说从这一方面会看到说 我们这样一个站稳了 不仅仅是说 你对于那些恶者的计谋 你要去胜过这样一种征战 同样的话 你也要去胜过你自己生命当中 就是说你自己生命当中的这样 就是我们知道征战 属灵的征战 他有对恶者 但是你也要对你 但就是说功课几心 你要胜过你自己的那样的一些老我 你自己的一些软弱 自己的一些不足和有限 就是说有的时候 就像打个比方 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上班 他周一到周五 每天早上都很急急忙忙的 要去上班啊 然后怎么的 一到周六周天来 哎呀 我那个什么 我这好不容易到个周末了 我就不要淘气了 我就在家里躺着多睡一会儿 睡个懒觉 然后就不去教会敬拜啊 怎么样的 就是这是一个很挣扎的一些事情 又比如说 这是一些小小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信仰当中 我们这个站稳了 一方面是要对待世俗的一些价值观 对我们的冲击 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在自己本身 你这个整个全人需要在真理上去站稳了 你对上帝有一个全然的认识 然后对信仰有一个清楚的明白 并且坚定不移的去跟随他 那就是说他在穿上这一切之后 他也很重要的就是说 就是说要去当做福音 就是把和平的福音 预备好了 当做鞋子 就是说穿在脚上 我们之所以认识这样一个信仰之后 你就是把这样一个和平的福音 要传扬出去 传递出去 带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我就先分享这么多吧 OK 好的 从恩敏的分享中看出来 我觉得恩敏对于基督徒的信徒的要求 不算很高 就说你就来教会 你就参加 这样就满意了 很多牧师也是这样 我不是说这个不对 但是跟我的看见是不一样 我曾经有一位听过有一位牧者讲 他讲了这个 他讲说 你为什么要穿上这些军装呢 穿上这些提供的装备呢 祷告 我们就祷告 在祷告中神会为我们穿上军装 我一听以后我就觉得说 哎呀 这个好像 怎么跟我所看见的很大的不同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用祷告神就帮我们穿上军装 而这里所讲 确实这个东西是你要穿上军装 不是说你只要接触到这个 你知道有真理有公义 大概知道神的公义 神的真理什么样子 大概知道这个信仆 应该信仆 这样就行了 这个事实上是不行的 为什么我们有些课程 比如说主日学 我们常常说这叫装备课程 装备课程 装备课程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装备基督徒 基督徒来的话呢 他就是羊跑到这个羊群当中来 就进到我们这里 他就是羊 你要羊变成很厉害的 变成比如说那个头上要脚的 没有凌路那种 他非常厉害的 这个好像就是你只是永远当个羊 不够的 你要学习当领头羊 你要学习辨认方向 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是必须要另外下工资的 你不是说你到了教会 你每周都来教会 你祷告求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穿上军装 帮助我们有信心 帮助我们对话人的了解 你这样子想 你求 但是你又不去读圣经 你又不去上主日学 你这些都不做 你就是说求神 那我没有装备 我觉得好像困 不知道这个事情 OK 那我回应一下 我觉得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就是说我说的意思是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因为我们分享的角度不是不同的 因为圣经它可以有很方便 很多方面的解读 因为我们在解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主要是看 就是外在对于就是属灵的征战 当然是说 就是有看不见的这个黑恶的势力 的征战 那我做的这个征战 就是说 这个方面肯定是有的 我说的这个征战 就是说你在于你自己的老我的征战 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否有得胜 我并不是说 你基督徒你只需要主日崇拜 去教会去够了 我只是用这个事情来 去做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 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 当然说 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 你不是说只去教会就够了 而是说 我就举了这样一个反面的 简单的一个例子 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在早上就是说 心里天安的时候 你要去教会聚会的时候 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征战 你有没有去得胜 然后并且去 按着上帝的话语 去遵行 去走 或者是去教教会 聆听神的话语 这个聆听只是一个过程 其次就是说 你在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去活出 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就是说按着神的心意去活 就是说在你的家庭当中 在你的工 职场工作当中 在你的方方面面 我只是举了这样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因为就是说 这个征战的话 有的时候不光光说是 我们站在一个 属灵的角度去看 看就是说 我们知道就是说 肯定有属灵的征战嘛 就是说 那当然你自己的 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 你是否有得胜 这是一个方面 那其次的话 在你慢慢慢慢成长了之后 你成长起来 然后你知道说是 在信仰当中 它是有黑暗权 是这样一个征战 然后也有方方面面的 还有自己老我的 还有什么什么类似的 那你生命不断的成长 然后你就愿意去起来 就是甘心乐意的 然后被神护召 然后你去起来 你去做工 为神来去摆上 这不是说 一下子就达到一个地步 就是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就先分享这 是是 我就不先不回答你 我想先让医者对这个 你的看法要发表一下 我就是刚才那个 那谁就是Tim所讲的 那个就是要祷告的 因为这里头我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我们要回到经文里来看 上次我们谈到以夫所整个结构的时候 就是保罗就非常耐心的给大家讲解 关于这个我们得救以及得救以后 以及我们所要在得救以后所面对的光景 它有一个很条理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一个讲述 我们得救是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要在一个群体当中慢慢的养 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有这个群体新的这个社会的规范和规则 那这些规范和规则 实际当我们如果不看这个世界不比较的话 不把世界的文化和天国文化做比较的话 我们觉得还好 但是我们一旦跟这个世界的文化做比较 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很难 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 保罗说实际最最难的之后是不缺少道理 最难的就是很难做到 他也告诉我们说的 就是我末了的话 你要靠着主 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这句话我觉得就是这段话的重点 就是你要倚靠神 如果说我们自己 我们听了道 我们读了福音 我们自己就可以来了 不需要上帝了 这个就是一种谬论 因为这个世界不缺少道理 不缺少方法 但是最关键 你是不是倚靠神 只有神才可能 只有神才使所有的一切可能 上帝让我们走这一条路 就是告诉他靠着他可能 那么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能 实际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捣乱的人 就是我记得看朵拉 我捣弹鬼别捣弹 这个就是常说的一句话 我想恩明应该看过 女孩子看的这个捣弹鬼别捣弹 所以女儿才看过 但是这个捣弹鬼确实在捣弹 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有圣经神学在里面的这个动画片 他确实在捣弹 他无孔不入 他是偷偷摸摸的 圣经里讲 他像个敦服的狮子在溃探 刺激而动 要扑过来 要抢食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提醒我们 就是说你不是在于你今天看得见的人事物在战 实际在这个背后 最关键的就是有恶者 他在攻击毁坏和伤害 他在引诱 他在破坏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那就是不是我们今天人所能干的 因为人你干不了的 你都看不见他 都没有对象在哪了 这个鬼在哪 当然鬼不能无处不在 对不对 但是鬼是借着很多的 他这里里讲了什么属血气的征战 他告诉我们有执政掌权的管辖 这幽暗事业 代表了鬼不能像神一样无处不在 这就是他的有限 所以他有很多的鬼 不同阶层 不同层次的鬼 前几天有一位姊妹跟我说 我现在是不是被巫鬼 被一个形巫术的给看上了 他是不是来搅扰我怎么怎么样 他能力很大怎么怎么样 我说姊妹暂停暂停 我说的从我对这个灵界里的认识 从圣经里知道 我说灵界 撒旦的灵界里的这个国度 是非常有层次的 就是该是什么人管什么样的事 因为他们不能全能 所以他们必须得分派做每个事 我说而且就从你现在 你说那个人有能力多大 我觉得我对你的认识 我说你现在也就是一个木道友 如果他用一个大的恶鬼来去对付你 用牛刀去切小肉 这个在魔鬼不会的 一个低端低阶的一个小的邪灵 就可以把你控制了 不需要上边老大出手 我说的他们的老大 不是像我们的老大无处不在 对不对 我说他是有阶层的 所以我说的你跟我说的 那个什么巫术有多厉害的 怎么怎么样 他来搅扰你 我说从你的生命来说 从你的属灵建设来说 我觉得基本不会是什么大鬼 而且他会来跟你打 就是小小小的 小的不得了的了 我说如果今天你说有一个 非常的牧师或者牧者 他属灵爱族这种 我说那今天肯定就是 不是小罗罗能够打的了 那一定是派来 一定是跟他的这个阶层对接上的 信心对接的 他需要更大的一个恶鬼来 我说那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说你不用太在意 这种小的恶鬼或乌鬼 他只能是搅扰你 起不了多大的风浪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们对灵界有清楚的认识 那么回头讲到这里的话 保罗说你要靠神 那我们接下来要按着逻辑来想 那我怎么来靠神呢 神怎么靠 我怎么能靠着住他呢 能够让我的生命里有改变 所以保罗就讲的说的 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他用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 就是说全套的军装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钻进 这个全套的军装里 什么穿鞋 怎么怎么样 我告诉你一个 就是看到底 用一句话 你要有了神 你就有了这个保护 你就好 至于说怎么好 你可以更细节的 刚才那个 提姆讲到了 他的这个是有逻辑的 第一个是 所以你要站稳了 用真理的腰带 当做带子束腰 这是第一个 先把腰带系好 为什么腰带很重要 我们都有常识吗 女人穿裙子 男人穿裤子 你如果裤带 你记得整个这个人就掉了 衣服都掉了 过去扎在一起 这个人的裤带 是最关键的 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不把它记住 上面下面都起了哗啦都掉了 你这只身落体的 所以他就讲到这个束腰 就讲到这个关键 就从我们生活常识来说 带子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 他说真理 那就是说一个人 你要真的看见 你要有追求真理的心 我曾经讲过 如果一个人没有真理意识的话 这个人真的就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得有真理意识 然后最近刚刚在学教会历史 我就看到奥古斯丁的这个人生 他就是一个寻求真理的过程 他东床西也去邪教 也去哲学 各个地方走了一圈之后 我发现这些东西都没用 都没有办法讲明白 还有新的柏拉图主义 他都去参与过 他最后后来他说 他说的这个没有办法 最后他到了教会 听了一个很没有名气的 一个牧者的讲道 结果他就被征服了 他觉得耶稣就是真理 而且耶稣也是通往真理的道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细进去 来去剖析的话 那每一句话都能讲出很多 但我们可以说从这一段的描述 我们更应该说什么呢 保罗是借着罗马人的装束 人所明白的来知道 当我们有神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的依靠这个神的时候 我们是全人得到保护的 那接下来呢 经文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 并要在此警寝不倦 还要为圣徒祈求 所以这几句话里头 第一个你想我这样或那样 那不是你想怎么样的 你首先要怎么样 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带领 这个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带领 那怎么办呢 那么就是你真的要跟神建立那个真切的关系 你是不是每一天被圣灵充满 对不对 在第四章里 他说你不要被酒充满 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你按着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今天可以一刀切的 因为上帝对付我们每个人 他带领TAM的方式 带领我的方式 带领恩命的方式 都是不同的 我们千万不能用自己的经验 来去框住别人 就像做砖一样 在我生命里的你一定能发生 一定会是这样 不一定的 上帝带领每个人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用我们自己的 主观的信仰经历来去套 来给别人做一些 我们只能说神带领的方式是不同的 你需要去经历你上帝对你的带领 和上帝对你的拯救 上帝真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救 所以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圣灵的带领 圣灵是最宝贝的 那你跟圣灵建立关系 就像TAM讲的 你必须要读经 因为圣灵它不是一个 不是今天我在这边 圣灵充满我 完了就像猎气功一样 我就精神气来了 圣灵充满了吗 我没有这种感觉 圣灵的充满是有它的 有它的痕迹在里面 也就是什么 神的话语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它是为真理做见证的 所以圣灵一定是让你想到神的话 它是辅佐在神的话 为神的话来做见证和服务的 所以你怎么才能有神的话 你不读圣经的话 上帝今天跟你说一句话 他不会说的 你出门 这种话的话 你想是说到底自己说的 还是昨天邻居讲的 你分不清的 所以圣灵引导带领 一定是先从圣经里的话 就是你读过的这些话 完了他慢慢的跟你建立关系 当你熟悉了 以至于到了某一种境地 我知道有一些人 就是他到了神神合一的时候 他圣灵的那个气息和那个味道 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那个鼻子里老是有一种味道 那味道你说香 臭不是这种感觉 而是你明明知道 那段时间里就有这种味道停留在你身上 有这种感觉 就是无感 上帝给我们这个就可以 我们聆听 可以看 可以想 这些东西都连耶稣 这个道 上帝的道都被触摸过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神是让我们 可以能够借着各种方式 能够亲近他 他来引导我们 那所以当然你没有神的话语 你没有办法被圣灵引导 因为你没有办法分辨 后来就是当然了 就是说我们能来到上帝的面前 祷告祈求 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跟上帝建立连结的 因为耶稣也对法利塞人说 你们读圣经很好 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你们信的不错 为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为我做见证 但是为什么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呢 所以我们得 越读圣经是越应该愿意祷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他能救我们 所以我们更愿意到他面前来 怎么样来祷告寻求他 那么这个祷告和寻求是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希伯兰书里头讲到信心这个 他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 凡来到神的面前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 所以这个信心让我们不断地来到面前 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 有的就是读经不祷告 有的是光祷告不读经 这些都是误区 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它是就是怎么讲 今天我们的信仰要进入到一个健康的信仰当中 同样的就是我们去教会 刚才恩明也讲例子 很容易我们软弱 为什么软弱呢 你看一般信徒出了问题 老牧师就问的第一个问题 多久没读经了 多久没祷告了 多久没来教会了 你会问牧师为什么问我这个呢 因为什么你没浸泡在神的里面 你没浸泡在神的里面 就像酸黄瓜不酸了 受洗了 结果突然拿出来又放在别的地方了 他没在那个酸汤里面浸泡 那么你当然了 你就没有办法改变 还有一个是什么的 就我觉得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里头 实际最重要的你可以看到 上帝耶稣基督在去带领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绝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人信不信真的不在乎我们人 真是神的作为 你可以看到说的 我曾经就是在教会带领教导这段时间里 我第一个就是讲 我说的 我们不是在这里把大家聚在一起培训 给你们洗脑 好像让你们借着我们的教导 把你们的信仰转换成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说从来不做这个事 我们都是在你信了以后 当你渴慕寻求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事半功倍的事情 那有的人他信了主 为什么信主 他有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不是他读经读出来的 也不是他参加教会得着的 他是真的那一刻无助了 完了一个弟兄姊妹为他祷告 完了之后把神的介入 真的解决了他的问题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信主的时候 受洗的时候都会做见证 说我怎么怎么样 以前怎么这样 突然怎么怎么样 完了之后他经历了神的恩典 于是他愿意寻求 上帝带领他 他愿意寻求认识更多 就像耶稣给每个人医治了 那些人都跟着他 耶稣说你不要跟着我 他说不我要跟着你 这个就是吸引神 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 以至于他愿意更多的认识 这种主动性很好 这种主动性会让他更多的来去寻求人认识 当然这个真的 上帝放在每个人里面的半斤八两 真的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说这个人 哇好好好渴慕啊 他就是渴慕 那个人他可能没有那么激烈 他就不渴慕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当关键的时候 那些素肠 你看的没那么热心的人 他就能站出来做 真的让人佩服的事情 我们说哎呀 他怎么会做这么事 我们现在做教会领袖 常常说哎呀 他怎么真的看不出来 你就会吃精益 因为他做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根本做不出来的事 所以这个就真的太奇妙了 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神的作为真的不是可以一刀切的 如果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我们今天很多的事情变得简单了 实际教会的丰富 教会的不一样 每个人的不一样 所以他说你们要彼此 在彼此互相服侍 在认识上帝儿子的这件事情上面 同归于一 完了之后建造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觉得 这一段我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我觉得还是怎么样的 我们带领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你拿出来圣经跟他讲 他说你别跟我讲了 这圣经都是你们基督徒写的 你们自说自话 这有什么讲的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 可能说让我来为你祷告 因为所有的人都不会拒绝你祝福的 我一般跟那个不信主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我常常说的 我说朋友你讲的很好 但是我说的面对今天的情况 我说你愿意从耶稣得祝福吗 你愿意为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吗 你跟他谈圣经 或耶稣他不要 他说祝福 好吧来为我祝福 那我就有机会为他祝福 我为他祝福的时候 完了我就为他祝福 为他来求神 给他信心 相信他的心 并且也为他的事情 用这个信心 来上帝来帮助他 拯救 来帮助他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像耶稣也是 到了任何地方 他没有说你要信我 或怎么样 他只是说的 你自己信的这件事情 哪怕是封闻也好 哪怕是口传也好 但是你愿意相信 你的信 就让我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拯救和帮助就有效 那么最后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很好 我想讲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靠近 那如果比如说祷告来讲 祷告也是有各种各样 有的祷告就是说我愿意跟神靠近 有的祷告就是我愿意从神那里得住 这个其实好像听起来差不多 但是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们在经文中可以看得出来说 我们是要依靠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 这个是第十节的经文 就前面的经文 又说神赐下这些武装武器 所以十三节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而死抵倒仇敌 并且成就为戒还能战略 所以这个真的是神所赐的军装 是我们人所不能做出来的 比如说仇敌来了 我们知道有仇敌 然后有仇敌 那我们赶快去做一些土枪土炮 拿抓准一些石头木棍去跟他打 这个当然有的时候 如果对方不是很强力的仇敌 我们可能把他打退 但是真正在遇到危险很可怕的仇敌的时候 你这些武器是你自己修炼 自己想我们应该怎么控制我们的心 我们不要被仇敌牵走 可以你可以这样做 可是这个当然真的不如神的话 神所赐下的武器好用 这些武器是神所赐给我们 而且是千锤百锐 你在教会中也知道 这是很有力量的武器 我们抓到这武器 我们就真能抵挡仇敌 所以有的事是我们人不能做的 你做土枪土炮 绝对抵不上神的话 但是如果武器很好放在那边的话 你又不去拿起来的话 那你也不能穿上 真理早就有了 圣经里好厚一本 可是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真理 所以必须有一个阶段 我是觉得说你这个阶段 你必须要往前再进一步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 基督徒不能只是来到教会而已 而敏当然不是这样 因为敏是博士生 神学博士生 他是追求的这方面的 我们三个人都是 可是有的时候你到教会 特别是到比较大的教会的时候 你就看到很多信徒 好像没有再往前走这一步这个意愿 你跟他们讲说 我们有装备课程 有什么 他们就是不来 我们来参加祷告会 不来 祷告会尤其是往往是 通常是一个教会里面参加人数最少 比主教学还要少 祷告重不重 祷告非常重 我特别喜欢参加祷告会 那去祷告会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得到益处呢 我告诉你 真的不一定 因为祷告会大部分就成了一个诉苦大会 大家把谁家有生病 谁家有什么困难 不是他自己 不一定他自己来 有的时候就带转 反正这里 我就发觉 哇 一个一两百人的教会 可以有这么多的麻烦 但是我们就按照神的教训 就我们把这个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 当神愿意的时候 他可以做这些事情 或者是说他对于这个教会有什么指示 就藉由这些 我们就看了 我们可以看从祷告会中学很多 有些祷告成就 有些祷告不成就 慢慢可以观察得出来 这个祷告为什么成就 同样的事情 这两个人都是有 比如说都是有肾脏病 这个人为什么就越祷告身体健康越好 那个人好像不行 年纪差不多 都差不多 为什么 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 发觉真的是 我们发觉 你爱主的人好像 从神那边得的恩典会多一点 这个好像 有个道理 有个科学预计 我觉得是没有科学预计 但是你在长期的在观察的话 我有的时候我就看出 我就觉得这 真的是一个爱主多的人 他从神那边得的恩典更多 所以其实有这些军装 有这些教训 那我们真的是应该向前去 把他拿起来 穿在身上 那仇敌来攻击的时候 就不容易出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我们会生病 为什么事业会有问题 为什么尤其家庭 家庭出问题 常常就是因为那个家里头 就是没有神的道在里面 一个家庭没有神的道 那好像看起来都差不多 她那个丈夫很注重专注于发展事业 她就天天去发展事业 然后太太就家里常常抱怨 然后久了很难不出问题 可是如果一个家庭 就是常言就是在神的带领底下 丈夫会发展事业 没有人说叫丈夫不要发展事业 真言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懒惰要去努力 丈夫发展事业很好 但是丈夫也要爱妻子 他在发展事业之余 你要有时间爱你的妻子 家庭才能够结成一个强力的组合 这样如果你的家庭就一直开始 就在神的道里面 仇敌很难攻进来 就比较难 不是说不可能 但是真的是比较难 出了问题的话 夫妻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他在祷告也是有力量 因为他平常就在这个里面 已经很靠近神 比起于一些 没事就是自己玩自己的 我要去干我的 我要干这个 我要干这个 跟神的教训 教训一点关系都没有 出了事的时候 赶快跑到教会里来 然后祷告 然后帮助了 确实我们还是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 但是就比较慢 你自己就应该平常就要战略住 不是说仇敌来了 我们才想到应对仇敌 而是军装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摔呢 我跟你讲 你们两位没有当过兵 我是台湾来的 我当过兵 虽然只有一年十个月 但是我当过兵 我们当兵的时候 不是说空袭警报才去当兵 没有 就是时间到了 年龄到了 就送到军运里面去 军运里面就很辛苦 穿那个军装 穿的是不舒服 我每天扎那个腰带 不是说 就像我们现在的裤带那样 我们叫做武装带 大概有大概四寸厚 然后又很硬 卡在腰上的时候 离腰上好像 绑了一个圈圈 可是有好处 人家打你的时候 如果碰到这个 腹肌这边 或者这个 他这个肌肉是拉得紧 或者装在武装带上 你不会痛 好像会圈保护 他就叫你天天就穿 每天穿着 吃饭的时候 也要穿着武装带吃饭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操练 你平常就把它放在这里 你就天天操练 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说遇到事再穿 太慢 就平常就穿着 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马上 你被人家突袭一下 你就怕 一个人心里有真理 有神的道 你常常就已经读经祷告 你已经把这个圣经读了很多次的 遇到事情的时候 反映跟那些从来不读圣经的基督徒 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是可以这样讲 我们可以遇到事情在祷告 或者说我们平常就是 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念读经祷告 就是这个事情常常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样两个基督徒碰到的魔鬼的事态 攻击的时候 反应是会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看到军装的这个价值 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 就算是你没有碰到事情 就算是你平常上教会好像家里什么事也没发生 教会什么事也没 工作上什么事也没 你还是应该去教会 你还是应该有机会就读经祷告 把神的关系建立起来 你这样好像就是越练自己越强壮 这个是对我们相信是对只有好处的 大家说对不对 对的 Tim讲得很好 就是实际我们 我刚才在Tim一讲的过程中里 我就是要重新看了一下这经文 实际我们看出来 这里面 你看第一个 就是你要站稳了 怎么呢 他说第一个用真理 真理是什么 真理就是神 对不对 所以说真理不是来自于我们 一定是来自于神 第二用公义当作 公义真正公义的 人是没有公义的 没有神是公义的 所以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你看福音 Gasper好消息 那是耶稣基督摆上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的话 我们真的在福音在恩典里面 你看信德 这个世界上有信德的人是少的 还是讲的是神的属性 救恩仍然来自于神 最后是神的道 你看这个全副军装 最后你把它掰下来 他这个都是神 因此我就想到一点 我就看到 刚才我在讲这个逻辑的时候 实际你看救恩 我们是真的无条件的神赐给我们 所以我就用一个简单的四字俗语 就是说我们等于说什么 叫做作响主成 是上帝所成就的一切 我们这些人做着就享用了 做作响其成 谁成的呢 不是其 那个其就是神成 叫作响其成 作响神成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群体里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有新的规则 那我觉得什么什么 行事你要为主 也是为神 就我们从坐着到站起来 你得有点动作了吧 行事为主 那行事为人的话 我们真的不是从我自己的意愿 而是神 我为了神 我行事为人里面是有主心骨的 那就是主 行事为主 最后你可以看到站着 他说的你要靠这大能大力 我说我们就可以说 靠主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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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我们那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站立靠主 你站的这个叫做行站 这里面都是神 所以整个以夫所就告诉你说 我们的生命 就是你不能离开这个神 你离开这个神呢 你就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这个就是呼应了那个什么呢 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 就是你离开我 只子离开这个树 你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 那你连接到我的树上是什么呢 我父是修剪的 他修剪我们的神 在这个修剪过程中 让我们结果子更多 那他最后也讲了什么呢 为什么刚才那个 那个Tim也讲 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要多读经 因为怎么我才能够只字体现在我的树里面 耶稣说 在我里面的 就有我的话在你的里面 你看主的同在是与他的话同在 那谁又能让我们想起主的话 你看圣灵 圣灵是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 所以这个就连接的非常的紧密 这一个三分一体全能上帝同一画面 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 全然的呈现出来一幅画面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人 是一定的就是刚强的人 一定的就是在主的里面 这个生命是不断成熟长进长大 大概我就有一样的感动和补充 所以基督徒我们是从做羊开始 但是我们最后会成立 那 那再讲讲18节祷告 其实保罗没有把祷告放在军装里面 我觉得因为他所看见的有限 因为在罗马那个时代 好像没有是现在的通讯的设备 但是我们从 不要讲远的 就是讲年前的俄乌战争 看起来 其实乌克兰这样子 人就军人又少 然后刚开始武器也不够 为什么可以把俄国这样的大国打成这样 他就是因为他的什么 他的这个 他的情报特别 他知道 知道是比如说 我们这个 你在想想看你在战场上 我们就往前一眼望去 几公里对不对 你大概就看几公里 几公里以外有个小树林 后面什么就不知道 但是假如说 有人在天上用卫星看到了这个 后面那里有一个坦克 那里有个炮 把这个坐标位置告诉你 我们从无线电中 就是或者说 现在是网络时代 internet时代 可能从平板上或者电脑上看到 这边坐标告诉你 这里有一个装备 那里有一个装备 那里有军人集结 你就可以在视距之外 你看不见的情况下 你就火箭就发射出去 炮就发射出去 你就把他们打 常常是这样 这个我们看 因为现在 网上这个视频很发达 你就看到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 有的时候是 我们是求说 为我们自己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什么 就好像说 我们在报告总部 我们这边弹药缺乏什么 你可以上去报告 然后总部 想办法把那个弹药的 可是有的 更多时候 那个祷告会 上帝会告诉你 该怎么做事 有的时候 没有道理 我在这里 好像这里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你为什么要 穿过那个南走的这个地区呢 总部说 你就穿过沼泽 你不要走道路 为什么大路好走 为什么你要穿过一个沼泽 就是低挖不平 还有很多危险 还有树林 还有乱七八糟 为什么要穿过这个 总部说 我告诉你 你就走这条路 你不要走前面那条大路 那你听不听 很多人觉得说 老糊涂了 我在这里 你在上面 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处境 我就看前面 你现在要道路好走 我就要走这条路 走过去才发觉那边有福吉 有人等着要害你 或者魔鬼已经设好陷雨在那边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 而祷告呢 你好像跟上帝连上 那这些事情 他可以告诉你 他可以帮你装备 他可以预防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要走不好走 眼前看起来好像不能得力 其实我们政府做的就是眼前看起来不能得力的事情 不是吗 礼拜天要上教会 收入要缴10分之一 如果说我不把这个缴出去 我可以为我自己所用 我不要讲 我到底投资在 把10分之一拿去奉献呢 还是去买ETF 就是那个投资基金好 哪一种划算 在10年后 很难讲 对不对 也许有人会说 你纯粹以前的角度告诉你 你去投每个月 拿10分之一去投在那个资金里面 基金里面 你会到多少年会累积多少 可是也许你走那条路钱看起来积累 可是也许家庭破碎了 也许儿女不听话了 有的时候这一样事情就可以把你这个积累全部都给拿掉 真的 儿女要是出个事 出去开车撞乱的人 那你这个也许你这个家庭就赔完 或者家庭如果出什么意外 你这个一离婚 你打个官司 那对方可能拿走你一半的财产 所以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相信我们不能靠自己 我们怎么不能靠自己 你常常就祷告 随时多方的祷告 你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打哪里 也许你看不到敌人 可是你的炮火打过去 你就帮你的友军消灭了一些仇敌 这些事情就是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 叫我们说要支持宣教的人 因为宣教人在前线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靠我们 我们祷告 我们为什么神给我们感动 去支持那些宣教的人 有的时候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火力支援 他们的我们支援他们以后 在以后也会对我们有更多的好处 这个世界怎么讲 很大很复杂 那神是借着什么 万事互相效力 这个万事互相效力 很多是我们甚至看不见的 然后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爱神的人最后就会爆款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太多讲 这个就是说军装我们确实要穿 那我们想下一次我们就讲说 这个传福音的事情 我想传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现在前一阵子中国福音的事工发展得很大 但是现在越收越紧 我本来想说我们把这个UFOCLE做完以后 Zoom我就不要再续了 因为一年要150块美金很贵 如果说我不续这个耳抗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做40分钟的节目 不能超过一小时 40分钟他就把你卡掉了 但是听说现在这个Zoom耳抗非常值钱 为什么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听说没有 现在中国他把Zoom耳抗给缩紧了 然后就是以前的Zoom耳抗还能用 你新申请的Zoom耳抗不行 但是我们牧师昨天讲到这个事情 他说你现在一个基本的耳抗 如果我们把这个耳抗升级的话 你可以开10个房间 像我们这个算是一个房间 你只能同时有一个人在用 你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再同时用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耳抗 但是如果说10个房间的话 就可以给另外9个他们宣教团队再使用 所以这可能我想想看 也许就应该遵从神的带领 以后我们怎么样多多支持福音的事工 时间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讲到这边 还是有谁要最后两句话要补充 要不然最后我们就请 你只能为我们做解说的祷告 好的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借着你的圣使徒保罗 在这一段经文里头 所对我们所要讲的话 是实在的 是我们生命当中 这些生命不断成长成熟过程中的每一个信徒 真应该要清楚和明白的 因为常常我们是上错战场打错仗 但是借着保罗的经文让我们知道 实际我们在跟一个 我们根本都看不见摸不着 也不知道在哪里的这个黑暗的权势在征战 我们常常也不知道在怎样的情况里头就软弱 或者在很多的情况里我们就不能和不行 但是借着保罗的话 我们清楚的明白 原来我们已经在战场当中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仇敌 那显然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显然是神你的战争 那我们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更多的有神 以至于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保护 正如使徒保罗在这里形容的 当我们有神的时候 真正靠主的时候 那主所带来的这一切就成为我们身上的军装 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四维的盾牌 我们清楚的明白 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加的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主 靠主也借着我们今天在分享当中里所看到的 保罗给我们展现的实际我们这一生处处离不开你 我们行事为人要靠主 坐享其成是有主 而今天我们也要靠主站立的主 以靠主你 我们才能真正的得胜 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 让我们更加的要有你 而我们有你 就是我们要认识你 我们要常常的连接于你 我们也在你所聚集我们的百姓当中 我们也要在其中 不断的不断的认识你与众圣徒一同明白 耶稣基督你尝阔高深的爱 让我们更加的寻求得着你 赞美主 愿这样的看见和祝福 临到我们今天每个人 也临到收看这个节目的每个人 我们相信主你必会做成者功 因为都是由于你 出于你 为着你 靠着你 愿神你成就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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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个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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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